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那对于这次西蒙候选人成功捍卫新骨毛州议席 巫统总秘书阿斯拉夫认为 这证明了马来选民态度已经开始转变了 因为候选人或者政党炒作种族和宗教情绪来捞虚选票的做法 未必能够获取马来选民的支持 阿斯拉夫还说 西蒙这次在八个以马来人为主的投票站 就赢下了其中的六个 而去年的周选 新蒙在这八个投票站都是落败的 然而国盟主席穆佑丁却否认 国盟流失了马来基本盘的说法 他表示尽管这次新骨毛补选的投票率偏低 但是选民对国盟的支持度依然没有减少 国盟整体的支持率与去年周选时是大致相同的 代表希望联盟的行动党候选人彭小桃昨天晚上在新骨毛补选当中成功胜出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和一众领袖在选举结果确认之后 跟彭小桃一起高举双手庆祝赢下这场选战 对于这场补选的胜利 昨晚仍在公正党25周年党庆活动的新农党命书长陆兆福指出 尽管选前有不少分析认为 西蒙最多只能以少过1000张的多数票险胜 但是选举结果最终超出预期 令分析员大跌眼镜 这证明了火箭所采用的策略是有效的 至于巫统老大阿莫扎西今天回到选区出席活动时 则表示尽管有新人士在竞选期间 一直炒作巫统行动党合作的课题 但是补选成绩显示 选民们成熟看待两党的合作 镜头转到国盟阵营 面对败选结果 国盟雪州主席阿自敏坚称称 国盟在新股毛的支持率并没有流失 相反的西蒙虽然赢得新股毛不选 但是对比去年的周选成绩 西蒙比国盟失去更多选票 如果我们看到之前 他们预备取14,862 盟主席的盟主席是3,860 盟主席的盟主席是3,860的盟主席 比国盟主席的盟主席